謝謝 第一次來焦點分享 然後應該說第一次來焦點 然後第一次來焦點就是分享 很感謝焦點這邊的邀請 我叫蔡晨宇 是台中文史附近組合的成員 然後我們今天要分享的其實是一個 關於說我們身為台中人 到底要怎麼樣稱自己為台中人 剛剛那個陳寗這邊 有稍稍的介紹一下我們前幾天的一個行動 其實是說台中車站附近 其實有很多的一個地方 它其實是見證了一些 我們這個城市發展的過程 或者說為什麼我們身為台中人 我們一定要了解一些事情 其實這個東西要回到 我個人的一個生命經驗來講的話 其實發現說有一些東西是蠻貧乏的 但是正是因為這些貧乏的東西 讓我們開始去想像說 我們到底活在這個地方 到底那個意義是什麼 好像那個東西跟我們越來越沒有關聯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想像說 是不是要有一些作為 然後讓我們這些東西給我下來 但是我自己過去是台中的豐原人 豐原這個地方在台中比較遙遠的一個 北方的一個小鎮 那它過去是台中縣的地方 然後我過去是搭 過去其實是讀這一所國小 可是我在讀這所國小的時候 其實我並不了解說 原來這個國小它有怎樣的一個歷史 它有怎樣的過去 但是後來才發現說原來它有百年的歷史 可是過去的歷史教育其實不會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我就到這裡了 到這裡就是說我在高中大學之後開始去台中市 然後映入眼簾的第一個地方 並不是台中火車站而是七騎 那它了解 讓我了解到的台中是一個高樓大廈的台中 一個迅速發展好像想要學習台北的一個台中 這樣子的一個印象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政府給我們的想像 這個叫做台灣塔 希望說蓋一個高樓 然後希望蓋一個所謂的智慧之塔 然後要發展一些新的產業 來告訴我們這個就是台中 那這座建築物顯然也是想像做一樣的事情 一個國家科居院 請來一位日本很重要的一個建築師 然後一位有名的建築師 想要用一個新的建築物告訴我們台中是什麼東西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另外一個沒有被實現的台中夢 2003年、2004年的時候 胡志強跟我們說 我們要蓋一個古墾和美術館 請了一位已經去世的一個伊朗的建築師 叫做薩哈哈地 然後要說我們要蓋一個古墾和美術館 跟國際來連結 然後發展在地的一個觀光 這件事情想要來代表台中 這是一件怎麼樣的事情 我們很難說 這個是好還是不好 那這個是什麼? 這個地方現在已經變成一片後面的這個荒野漫圖 這個是在這個古墾和美術館大學旁邊 有一個水南機場 我們現在都知道有所謂的古空港 國際機場叫做新泉鋼 可是卻已經忘記說這裡有一個水南機場 在10年、20年之後 我們甚至會忘記這裡曾經是機場 這裡將會成為一個蓋凱和塔的重畫區 我們常常在說就是我們台中人好像忘記一切 這讓我想到我去念書的這個新竹 新竹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呢? 也是讓我常常忘記自己 為什麼在新竹念書的一個地方 新竹是一個讓人很難有存在感的一個城市 就是說你在這邊 你很難想到自己是新竹 為什麼? 像我這個沒有辦法搭 沒有辦法騎機車 因為沒有機車駕照 而且從來沒有去考過的人 我常常搭公車去市區 可是發現去台北的公車 比去市區的公車還要多上非常多倍 你會發現說 為什麼你去自己一個城市的老神區 卻比一個去一個外面的大城市還要困難 這個城市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因為消失的認同 所以我回來台中 但是回來台中之前 我常常發生一件事情 大家會問我說 為什麼你身為台中人 台中到底有哪裡好玩? 然後我會說談清美成品 然後我會說綠園道 我說草屋道 然後談客國館 然後大家就好像沒有什麼感覺 但大家更有感覺的其實是這個 就是大家會告訴我說 欸 台中是不是只有金錢爆 這個嘲笑的話其實被禁了很多次 台中到底是什麼? 作為一個台中人 為什麼要在這裡生活? 我自己發願的一件事情 我要在這裡生活一輩子 那台中到底對我是什麼的意義? 其實我到回來台中的時候 我現在是大學已經畢業一年多 但我回來台中 到底對我的自己來講 有什麼樣的意義? 其實我一直在追尋這個問題 有的時候我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身為台中人 這個東西到底對我有什麼意義? 然後過去的一些時間裡面 其實我參與了台中 我也是父親主流的行動 並且成為比較合心的成員的時候 就會常常提起這樣子的一個火車鐵橋 這個火車鐵橋的設施其實在台中車站 我們出了台中車站往南邊走 你會看到好像鐵道是高出路面的 然後有幾個像這樣子高出來的這個火車鐵橋 它其實見證了一個很重要的台灣台中的歷史 這個見證的歷史其實是過去都市計畫的時候 縱貫線從這邊通過去 那為什麼縱貫線從這邊通過去 然後要建設這樣的火車鐵橋 其實是當時都市計畫的一些橋師 那其實它跟我們這個台中的歷史是很大的關係 我這邊就不細講了 但是我要給大家帶來的一個是一個其他的印象 這個其他的印象是什麼呢? 其實是鐵路高架化帶來我們的城市印象 鐵路高架化大家都告訴我們一件事情 它是一個危機嗎?還是一個轉機呢? 更多的時候台鐵告訴我們是說鐵路高架是幸福保證 不管你在前車站、後車站 你都會看到這個標語 這個標語看起來其實有點蠢 就是說台中人到底這個東西當然真的帶來幸福嘛 可是更多的時候其實帶來是破壞 帶來是破壞 我們看到說就是這個水泥莊往上拔起的時候 你會看到說好像有一些東西其實莫名其妙就不見了 有的時候台中人甚至搞不清楚什麼時候會高架化 因為工程進入一言再言 我們從來都不知道說到底什麼時候 這樣的工程才會完成 然後我們其實過去在談的其實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時間的交會口 我們到底要怎麼樣來談台中這件事情 我們就是從這邊來開始看的 其實有的時候呢 我們在思考的台中是一個思想的 進往之來思想的人文的極善體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的時候其實我們很少 除了看台中車站這一棟建築物以外 我們很少從這邊來看為什麼鐵道在這裡 然後有的時候我們也會忘記說 像在台中路那邊其實有一個這樣的鐵橋設施 過去的這個都市計畫裡面 畫設出來的這個鐵橋設施 過去的鐵路高架化呢 其實告訴我們說這個東西要被拆掉了 這個東西是一個阻礙交通的東西 可是卻沒有人告訴我們說 這個鐵橋其實是百年前一個中山線通車 為了要讓火車不會被這個洪水然後讓它蓋過去 所以它把這個鐵橋就高架起來 所以火車早在100年前就已經走在一個高架的鐵道上面 我們現在只看到第二代的高架鐵道 卻沒有看到這第一代的高架鐵道 那再加上這個車站呢 如果只是看這個孤零零的台中車站 其實我們會發現好像我們只有一個旅客的記憶 卻沒有一個其他種類的人的記憶 這是一些即將被拆掉的一些台鐵宿舍 在台中車站附近有不同年代的台鐵宿舍 從日本時代到戰後 有一些是台鐵的人員一些長官居住的宿舍 有一些是一些開火車的機師 開當時地面上最快列車的光華號機師 也住了這些宿舍 那這些東西加起來才是一個完整的台中的故事 我們是這樣認為的 我們覺得說如果過去我們在談 一個台中的一個印象的時候 我們不去 我們只談台中車站 我們只談中區 我們只談一些好像比較重要的一些建築物 像是周廳 像是市議所 最近是前陣子前一市議所重新開幕 好像很紅 可是這個東西真的能夠講一個台中的故事嗎? 其實不然 我們是覺得不然 所以我們做了一些事情 像是說提倡要把舊的鐵道保留下來 變成了一個都市的空中花園 後來成為市政府的一個叫做 綠空鐵道走進計畫的一個構想 它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呢? 都市計畫從這邊劃設出來 就是有了齊帆哥是街道 還有當時綠川的這個結彎曲子的整治 然後造就了我們現在看到的地方 而台中是怎樣一個地方呢? 台中其實是一個因鐵道而生的城市 為什麼這樣說呢? 在100年前的時候 台中其實就是像這樣子 這樣子的地方 1899年的都市計畫圖 他想要去規劃台中成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 但是他的背景之下其實是一個荒煙漫草 什麼都沒有的地方 那要從這樣子的一個地方 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大都市 其實日本人下了許多的功夫和巧思 所以規劃的鐵道 讓所有的人和物產都可以在這邊流通 其實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一個夢想 他想要把這個夢想接續 把它做出來 接續了過去流民船時代 要劃設台灣省城的這個夢想 那其實在這個背景之下 而這個城市就誕生了 縱貫線通車典禮為什麼要選在台中公園裡面舉行 是因為縱貫線對日本人來講 殖民者想要去掠奪台灣這個地方的物產 那當然他需要一個鐵道 南北往來把這些物產運出去 運到港口去 運到他們想要運的地方去 這些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在1910年的時候 你就看到黑色的地方建築物都長出來了 在10年之內 台中從一個荒煙漫草 什麼都沒有 這是衛生條件非常差的地方 變成了一個變成台灣相當重要的一個都市 甚至他們劃設這個都市計畫呢 發佈的時間比台北還要再長 所以我們在這樣的基礎上才去認識台中 前車站大家都不用講 大家都知道中區有非常古色古香的許多建築物 但在後車站呢 其實是我們想要去關注的一個地方 我講題是從南台中出發來看這些生活的一些場景 生活的一些記憶 為什麼從特別講南台中 前車站是一些商業的 是一些政治的中心 但後車站是什麼 是大家勞動 生活的一個地方 是大家充滿記憶的地方 前車站大家都知道空空率很高 可是後車站沒有這樣的情形 很多人一輩子就住在這裡 很多人一輩子就在這裡生活 像是許多的藝術大師 像是王水和 他創作了許多的這個救濟區的招牌字體 可是他住在哪裡呢 其實住在後車站 後車站是一個孕育他這個生命還有精神的一個地方 那還有什麼呢 像這些物產的運輸其實都跟鐵道密不可分 所以像是剛剛陳寗有跟大家有分享到說 我們最近在從事的一些行動 其實在這些宿舍和倉庫的空間裡面 其實反覆能夠見證的 就是這些過去我們沒有被看見的台中歷史 台中到底怎麼繁榮的 不是只有那些百貨公司就可以讓台中繁榮 而是由於過去有鐵道而造成了這個台中的運輸 許多的物產像是香蕉、甘蔗都在這個地方加工和運轉運 後車站這個地方曾經是比其山還要重要的這個香蕉轉運地 然後還有像是甘蔗 後車站剛剛另外一位講者提到的糖廠 糖廠已經被拆掉了 可是過去的後車站的這個五分車 就直接開進這個糖廠裡面 開到台中後車站這邊來 你會發現說整個台中的這個意向 後車站這邊對我們台中來講 明明是一個故鄉的地方卻一片空白 我為什麼特別講南台中 正是因為日本人這個不平等的都市規劃 然後規劃了前後車站 我們所在的後車站這個地方 其實是一個被遺忘卻對台中人來講非常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們後來的一些行動 其實都在去講述一個整體的台中故事 要怎麼做呢? 其實我們發起的是一些保留運動 我們做的這些保留運動到底是為了什麼? 其實是要去完整的讓大家知道說 台中到底是怎麼來? 台中的故事到底要用哪些建築物才能夠見證 其實台中車站附近有許多的倉庫群和宿舍群 這些東西並沒有被台鐵 這個它的所有權單位來重視 可是它的記憶並不是只有台鐵的記憶 而是屬於全台中市人的記憶 我們不知道這個城市從哪裡來 我們就城市擴張出去 看到了高爾大廈看到了七期 所以看在這張圖上我就不一一細講 有許多的倉庫群和宿舍群 我們急於來保留 所以後來發生了一件事情像是在 其實從兩年前台鐵就想要拆除 那兩年後的今天 我們看到市政府從來沒有辦法 去遏止台鐵這樣子的野心 甚至想要拿來當籌碼來換取 所以像是我們昨天前天的時候 就有發生這樣的事情 我們明明就已經獲得了市政府 來保證不拆的公文 台鐵照張繼續拆下去 我們在宿舍群前面其實發起了一些行動 再給我一些事件 就是說我們發起了一些行動 希望可以來保證說這個建築物被拆除 我們現在有發起更多的行動 希望說可以讓這些東西被大家看見 那大家如果要參與我們 其實是希望大家能夠更關注 我們之後能夠透過像願景的工作方 讓大家一起來想像 這個地方我們忘記它過去是哪裡 沒關係 我們現在可以一起來想像 這是我們未來可以做的事情 那它將來會在我們還有中央一些 像是交通部台鐵的一些單位的一些合作中 我們有一些協調會要去告訴他們說 我們對於我們市民 一般市民對這個城市的想像 這個夢想到底是什麼 這些東西不應該像鐵路高價化一樣被決定了 我們從來不知道台中的鐵路為什麼要高價化 為什麼到底城市到真的有被這個鐵道分隔成兩邊嗎? 其實重點是都市計畫而不是鐵道 我們沒有辦法去抵抗這樣的都市計畫的時候 我們會來想我們到底要說怎麼樣一個關於台中的故事 對於我們自己重要的歷史是什麼? 所以也另外一個方面來講的話就是 我們其實希望說留下台中的故事 我們也在後車站的地方 有一個不同的文化行動 我們做的文化行動是什麼呢? 其實是一個關於台中的一個另外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想要做熬亞這一點 我們除了做天外天劇場的保存 我們也希望說透過一間書店的一個籌備 然後希望說帶給大家一個認識台中的機會 台中人太少講自己的故事講自己的歷史了 所以我們希望說從一點串的保存行動到現在 我們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說 把台中過去的這個起源之地的一些故事講清楚 邀請大家一起去想像身為台中人是怎麼一回事 所以我們這邊這個書店的書籍都是一些關於台中的書籍 我們想說可以透過關於都是台中的一些選書 然後讓大家從文本上可以認識 同時我們也會有導覽活動 有演講活動 那這些東西其實是讓大家重新認識台中 像我一個從外面去外地唸出的台中人 我才了解到說 因為台中向別人介紹是如此的繪發 希望之後每個台中人都可以以自己的故鄉為榮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其實台中人也不比台南差 也比台北人更有歷史 對 好 謝謝大家